眼前看到的只有倒塌的柱子 和斷裂的杂乱木材 居民无法想象 这就是他们住了很多年的家 佛州墨西哥海滩市 是最先遭到迈克飓风肆虐的地区之一 迈克登陆时威力四级 墙风毫不留情将经过的房屋完全摧毁 现在风暴过去 居民首次回家巡视 担心残存的房屋结构会造成额外伤害 另外在巴拿马市 有些灾民在迈克来临前 住在汽车旅馆或是低租金旅店 这些建筑也在迈克风灾中被毁 原本的住客只能挤在临时帐篷 令人气愤的是 有歹徒竟然趁火打劫 从回孙旅店中 偷走灾民剩下的身家财产 在去到处一片混乱 想追寻歹徒踪击也很困难 灾民顾不了其他情况 先想办法重建家园才要紧 对当地人来说 最难过的是房子可以再盖 但是关于家的回忆 却再也找不回来 大家新闻 正宇轩编译